冰秋九尾狐唯一的男丁却成天吃喝玩乐 只想每天躺平做个猛宠博主 姐姐为了不让他砸了九尾狐魅术的招牌 竟将他丢尽用狐妖法术结合经典故事打造的进化世界 只有在他成功魅惑故事里的男主角 并让对方爱上他时才能出来 而这男主角竟是白蛇传里的白蛇 当小青和许仙打算充电时 白蛇竟提剑折返回来 并对着小青一顿狂刺 许仙则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解释这一切都是小青勾引他的 小青人直接麻了 这许仙也太不可靠了 姐姐 你当真要为了许仙这个男人杀我 为了能保住自己一条蛇命 小青连忙飞出到了白蛇怀 可迎接他的依旧是那把冰网的利剑 如大家所见 其实他不是青蛇 而是一只如假包换的九尾狐妖 传说中威风凛凛的祥瑞之兽就是我的祖先 而我涂山青则是青秋山涂山市这一代唯一的男丁 本想就这样摸鱼度过自己的狐生 奈何有个内卷的青姐姐 她的狐生原则就是 狐妖生来就要魅惑人 嫌弃我给祖上丢了脸 因此我的悲惨境遇由她展开 涂山青才不想做什么倾国倾城的大狐妖 只想每天吃吃睡睡 就在涂山青躺平时竟被姐姐扔进了镜花水月中 而这镜花水月是姐姐用狐妖法术结合故事打造的小世界 只要涂山青能成功魅惑故事里的男主角 并让对方死心塌地爱上自己就说明魅术已炼成 到时候就能从镜花水月中出来 否则就会一辈子呆在里面 什么修炼魅术魅惑男主角 姐姐你难道不知道人家是个直男吗 而进入的世界便是白蛇传的故事 当她醒来的第一眼就碰到了白蛇传里的白蛇 口中还不断叫着小青 很明显她已经成了白蛇传里的小青 没想到这么高大英俊的男人竟是白蛇 这镜花水月还靠不靠谱 只是谁能想到初见时温柔帮她拿走头上落叶的白蛇 转头就将其一剑捅回了金花水月的初始空间 此刻的图山青只想早点离开这个糟心的世界 可话又说回来 这里是白蛇传的世界 按照她姐姐的说法 只要她攻略了男主许仙就算成功了 许仙都答应备着白蛇和小青充电了 怎么她还不能离开呢 而且还被白蛇一剑捅死 还有那白蛇明明是个男的 但整个世界都全把她当女子 姐姐没想到她不仅攻略错了对象 还被白蛇所杀 有个这么弱鸡的弟弟真的是太能了 虽然可以重生 但次数也是有限的呀 重开又没存到很麻烦的 胡山青不解 白蛇传的男主不是许仙吗 她哪里攻略错了 姐姐告诉她 男主不是指缘做的男主 而是难度最高的那个男主 胡山青人直接麻麻 这么重要的情报都不告诉人家 指望姐姐还不如指望母猪上树呢 之前她也说过重生的次数是有限的 再多搞几次男主 她可就真的死翘翘了 攻略难度最高的人 除了法海这个得到高僧 应该没别人了 胡山青暗自发誓 这次她一定要拿下法海 早日脱离这乱七八糟的镜花水月 英秋九尾狐不会魅术 只想平躺当个猛宠国主 姐姐为了能让这个废材弟弟得到进步 竟将其扔进镜花水月攻略男主 本以为许仙是白蛇传中的男主 其料却被告知她只是个男配 于是又将法海当成了攻略目标 殊不知真正的男主就在她的面前 夜晚 胡山兰悄悄爬上了屋顶 夜黑风高正是勾引法海的大好事迹 就在她掐绝动用密法之际 白蛇竟首次常见来到她的身后 这么晚了 来金山寺干什么 胡山兰人直接麻了 怎么又是白蛇呀 无命休矣 这时白蛇忽然开口 询问小青又想勾引谁 胡山兰一脸惊讶 她怎么会有先前的记忆呢 在白蛇的步步紧逼下 胡山兰脚下一个没注意直接掉了下去 下草掉进了法海的怀里 法海也是一脸猛逼 小青姑娘 为何你会从屋顶掉下来 看着面前的法海 胡山兰明白 这个世界就是认定了白蛇是你 连带着她也被信转 不过刚巧掉到法海怀里 正好可用她的杀手锏直接拿下她 于是当即开始了攻略 你我二人今日这样相见不知是杰氏员 法海一脸无语 这家伙脑袋是不是袖斗 谁知下一秒竟飞来一根绳子将她绑走 出手之人不是别人 正是白蛇 胡山兰一脸无语 怎么每次到了关键时刻 这白蛇就出来捣事情 白蛇狠狠地将她拽起 打扰大师进修 你该当何罪 胡山兰表示自己不是有意的 近日读佛经疑惑不及 想请教大师指点一二把 其实内心深处早已对着白蛇一顿臭梦 打扰人家攻略男主 你又该当何罪了 随后白蛇便拽着她给法海赔罪 法海也是被两人的操作 搞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见法海没有追究 白蛇扛起小青就告辞离去 回去后 白蛇便拷问起小青 往日见那法海你躲都来不及 今晚怎么如此大胆相变了个人似的 小青连忙表示 她只是想替白姐姐探探法海的虚实 眼下她以为我们只是散修 没发现我们是妖 为了不让小青到处捣乱 白蛇便将她的妖力封禁 一夜过后 姐姐终于上线了 胡山青连忙将白蛇有上一世 记忆的事情告诉了姐姐 可姐姐却不相信 为此还恳恳给了她意见 让她努力练习魅魄术 就在这时许仙忽然推门进来 小青你这是出了什么事 很快她便用自己的魅术挣脱了束缚 而这个时辰白蛇还在保安堂坐着 此时不去拿下法海更待何时呢 殊不知这一切早就被白蛇看得一清二楚 小青本想进去找法海 却被小僧告知法海正在闭关修行 虽然吃了闭门羹 但这怎么能难得倒青秋九尾湖呢 还好封印不妨碍她变成连形 而她也根据气味找到法海所在 法海 这一次人家一定会攻下你 而她竟然在法海的袈裟中发现了香囊 这香囊的味道不就是保安堂特产的辟邪香囊吗 法海为什么会贴身放着这个 一柴九尾湖为了能通关净化水月 不惜使用魅术打算攻略法海 谁料法海却身陷亲往暗恋白蛇 攻略半天怎么也没想到小丑竟然是她自己 屠山青不挤 为何法海会贴身放着白蛇亲手制作的辟邪香囊呢 按她上一轮的记忆 这两个人除了进香的时候聊聊佛经 平时并无来往 难道她这是壮阔法海和白蛇的孽缘了吗 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好上的吗 屠山青绝着小嘴 那白蛇有什么资格骂我到处勾引你 他自己不也是吗 不过这样也好 既然法海对白蛇有意 就说明他根本不是铁板一对 随后便悄悄潜入温泉池中打算攻略法海 而屠山青的一句白蛇偷看法海沐浴 更是让法海佛光破碎到心受损 屠山青人直接麻了 效果这么明显的吗 法海到底是有多喜欢白蛇了 他赶忙上前将受伤的法海搀扶起来 法海连忙询问白蛇他真的来了吗 屠山青当即开始了攻略 姐姐没有来 到我来不就可以了吗 被耍的法海直接将其推倒 就凭你也可以和白姑娘相提并论 屠山青没想到法海这混蛋竟然下手这么重 虽然我不配 那也比你好啊 我敢说敢表白 你吗 和尚 你什么都不说 姐姐又对雪仙一心一意 他又如何看得见你 法海文言尽打作想要平静自己的内心 并表示自己无需被白蛇看见 可屠山青一眼就看出他在撒谎 若真心如此怎会到心受损吐险 于是他又慢慢靠近来到法海身后 并开始甜言蜜语继续攻略 这都是特定为法海打造的痴情暗恋的独家人设 这下总该攻略成功了吧 可下一秒白蛇的剑气竟然从后面袭来 白蛇这家伙怎么又来了呀 你追我 可终究插尺难逃 都怪这该死的封印 非都非不高了 谁要法海这混蛋竟然如此无耻也对小青出手 白蛇怒了 白蛇这次是真的怒了 他生气的质问法海 是谁许你杀他的 法海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此等妖孽 该杀 胡山青这才明白 原来法海早就知道青蛇白蛇是妖 那他还藏着白蛇的香囊 白蛇让法海别多管闲事 小青要死 也该死在他的手里 胡山青拖着虚弱的身子看着白蛇 姐姐 你就这么恨我吗 白蛇点了点头 那冰冷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难道这回又要死翘翘重来了吗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原来附黑白蛇才是九尾妖狐的真命男主 殊不知白蛇不仅是男主 他还有另一层身份 名叫阿卓 怪不得徒山青每次重生都会被当成入侵者 当徒山青死后又被传送回来 他也意识到这次又攻略错了对象 本想就此摆烂不再回去 可姐姐在一旁为他加油打气 如今排除错误答案 剩下的肯定是正确的 胡山青转念一想 你该不会是想说白蛇才是真命男主 不然为何每次攻略别人他就出来搅局呢 显然是爱之深恨之切 胡山青还是不能相信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 白蛇记得他的所作所为 恨我对他的后宫下手 所以才看我不说 白蛇他就是个大变态 就在胡山青吐槽之际 他又重生回到了金花水月 而刚才的吐槽谩骂都被白蛇听得一清二楚 胡山青人直接麻了 我竟然又回来 面对腹黑白蛇 此刻胡山青内心怕得要死 接下来要遭到什么虐待 白蛇将手放在他的胸口表示 第一次 我的剑从这滑下去 第二次 我封印了你的妖力 让伐海的缠杖贯穿了这里 第三次 你想怎么死呢 你这个外来者 其实在胡山青进入金花水月 白蛇便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的小青只是个形式走肉 按剧本形式 像他这般勾引人还把命送了 怎么会继续重生攻略 很明显是外来者 涂山青很是不爽 他堂堂九尾妖狐 内数天下第一 要不是你一直坏我好事 我才不会失败 白蛇也在这时知道 面前的乃是一只狐妖 擅闯他的世界 杀了你也是顺应天道 你还敢怪我坏你好事 涂山青见状连忙俯人 好姐姐 是我错了 你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白蛇让他别瞎叫 他是男的 这时涂山青询问 他到底是不是白蛇呀 白蛇表示 那只是天道给他的一个身份 天道让他扮演白蛇 和那个白痴 许仙演绎白蛇传的剧情 周二复始 不断循环 仿佛一场永远无法逃离的噩梦 直到有一天 他忽然醒 这才知道一切都是假的 也想起了自己真正的名字 阿竹 涂山青人直接麻了 所以这哥们是 《净花水月》里的NPC 觉醒了自我意识 难怪他把涂山青当入侵者 杀了一次又一次 这下别说攻略了 他的小命都难保 只见白蛇拿起皮鞭 就是一顿严刑考打 被打得浑身是伤的 涂山青连忙求饶 竹哥 有话好好说 人家确实不是小青 我叫涂山青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进来的 一醒来就变成这样了 白蛇也不傻 又怎会不知他在说 紧接着又是一顿爱的拷问 就这点修为还想魅惑 挣脱我的副妖所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此刻的涂山青想死的心都有 为何自己的魅术 对白蛇起不到一点作用 白蛇青蛇竟当着 许仙的面你浓我浓 指引小青得知白蛇 才是金花水月里的男主 为了攻略白蛇回归青秋 他这才和白蛇联手 将许仙踢出 在白蛇的言行跑打下 小青还是十分嘴硬 你再打就把我打死 到时候就永远别想知道我的秘密 白蛇没想到这小狐狸 还敢威胁自己 涂山青见状连忙解释 不是威胁 竹哥也很反感天道安排 演这出戏 我可以帮你的 于是便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白蛇 而他也因妖力流失过多被迫 恢复原形 白蛇随后便开始恐吓涂山青 三天后 就是白蛇和许仙出于游湖的情节 到时就是兑现承诺的时候 若是失败就扒了你的皮毛 做个微博也不错 在得到白蛇输送妖力后 涂山青又化为人形 依偎在他的怀里 竹哥 你放心 我一定拆散你和许仙 但这个时候请再给我一点妖力了 白蛇让他别得寸近视 随后一脚给他踢了出去 三日后 几人如月而至前往游湖 胡山青信心满满 毕竟上上是他可是成功撬了墙角的 可他还是有些顾虑 姐姐给他仔细分析过 阿竹即是主角白蛇 还觉醒了自我意识 如此难攻略 铁定是他命中注定的真男主 胡山青一想到白蛇这家伙同墙铁地 别说攻略了 他小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 姐姐提醒他现在只剩下一条命 千万别为了讨好白蛇再作死触怒天道 比如之前攻略许仙和法海 把小青的人设和剧情线搞得乱七八糟 胡山青很是不爽 又让他攻略 又不许他大幅度改变剧情 臣妾做不到 就在这时小船剧烈摇晃 为了不让许仙占竹哥便宜 胡山青竟直接来了招铁山套 将许仙撞进了湖里 而他则被白蛇一把抱住 真是太好了 竹哥的豆腐我手做了 可他的举动也被竹哥一脚踹进了湖里 许仙本想打听一下白蛇家住哪里 不料竟被小青拖了一盆冷水 我警告 比我姐姐远点 少打她的主意 否则要你好看 这时白蛇拿来干净的衣衫 让许仙换上 许仙色眯眯的看着白蛇 气得小青就想上去揍他一顿 这许仙真不要脸 还嫌猪手 但很快他便想到要怎么恶搞许仙 只见许仙被小青变出的螃蟹夹住了手 小青则快速带着白蛇跑到了另一边 这个许仙真会气 连拿个衣服都要占人便宜 两人也终于知道这个许仙就是个大色狼 而白蛇其实是个男儿郎 这也是他为何要想摆脱这金花水月的原因 况且他一点也不喜欢许仙和法 胡山青闻言瞬间抓住白蛇的手 竹哥真是说到人家心坎里去了 我俩好好的直男 被困在这里强迫搞坤真是岂有此理 许仙有些猛逼 两位姑娘 何谓搞坤呢 二十一心想要攻略白蛇的九尾狐 为了不让许仙得手 每次在两人暧昧时 果断出击弄得许仙狼狈不堪 在三人游胡时刚巧下起了小雨 许仙赶忙上前将自己的雨伞奉上 胡山青强颜欢笑 送嗓还嗓 定情信物是吧 我们避水周念一念 全身上下轻轻爽爽 谁泄汗一把破伞 很快涂山青便想到了什么 于是掐绝失法 一道惊雷就这么轰在了许仙身上 谁料阿竹竟然生气了 涂山青也着实没想到 怎么忽然这么凶了 人家不是想帮你们 白蛇连忙抱起昏迷不醒的许仙 很是不开心的从涂山青一旁走过 难道是人家弄巧成桌了吗 回来后的涂山青越想越生气 那点小雷根本批不死人 一定是许仙想借此住进白府 真是个心机男 不要脸 还有那个阿竹 杀我的时候那么的断情决意 现在许仙不过是受了一点点伤 他就贴身照顾 于是便问姐姐他真的想摆脱剧情吗 姐姐认为可能是他俩不熟 所以手起刀落毫无障碍 而且许仙和他好歹也是轮回这么多次的夫妻 怕是总有点感情 作为直男 要守住原则 哪能那么容易就被人攻陷了 算了 管他怎么想 我只管做好我的恶毒配角 搅黄他们的感情线就行 当涂山青推开屋门就看到两人正在你浓我浓 白蛇见许仙如此可怜 便让其尽管住下 他已经托人转告公子亲人 涂山青见状当场实话 他娘的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阿竹吗 不帮忙就算了 居然还拉后筒 许仙也在这时缓缓靠近阿竹 气得涂山青一个不小心就摔倒在地 手中的汤药直接洒在了许仙的脸上 涂山青内心暗爽 还装出一副娇滴滴的表情上前 许公子你看看 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 这药可是我姐姐亲手抓的 亲手熬的 价值五十两名字 不只要钱 还有您身上的纱布 睡的床榻 点的香炉 喝的茶水 吃的餐食 您不会以为这些都是免费的吧 许仙没想到自己进来到一家黑店 就在涂山青想要狠狠敲诈他一笔时 阿竹一把揪着涂山青的耳朵 将他拽了出去 像高冷的阿竹竟主动施救受伤的涂山青 原来一直暗中使坏的涂山青被阿竹赤字 今日你太冒进 定情信物虽然弄坏 许仙却因此直接住进家里 害得我还得劳神和他虚于尾仪 涂山青却怪他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隐囊入室 白蛇没想到涂山青竟敢和他顶嘴 直接掐住他的脖子 你自己演技差 极度我演技好 涂山青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地位 你不过是助我摆脱剧情的工具 生死都在我一念之间 在这时涂山青竟突然口吐鲜血 白蛇见状赶忙将他抱起 原来涂山青善改剧情触怒天道 这才因此受伤 白蛇慌了 才做了那么点事 还不到你死的时候 涂山青也没想到 白蛇怎么比他自己还紧张 难不成你喜欢我 谁料转头却看到白蛇正在宽衣解带 白蛇让他别多想 这是要帮他疗伤而已 涂山青人直接麻了 疗伤需要脱衣服吗 白蛇告诉涂山青 他是被天道反噬 一般的疗伤手法根本不管用 何况他是外来者 本就为天道不容 一有一动就会被发现 须得他用内丹进化涂山青的内丹 将涂山青化为此中人 方可能骗过天道的眼睛 虽然这都只是猜测 但怎么改变剧情都会回到原样 若两人能合二为一 这点伤情客便能痊愈 天道一不足为局 姐姐让他别死沉默 眼下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可涂山青却有些害羞 内丹这么重要的东西 鬼知道他安了什么心 之前还对人家那么凶 现在居然主动帮人家 涂山青 你到底在抗拒什么呢 勾引法海和许仙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如此矜持 你不会是害怕喜欢上我 胡山青表示 他可是直男 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但最终两人还是走到了那一步 有尾妖狐进反被白蛇攻略 而两人你弄我弄的画面 也让许仙看个正着 所以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在阿竹的努力下 两枚内丹正在合二为一 这天道反是吻事不轻 惠得他嬉皮笑脸 也不抱怨一句 阿竹询问他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有所好转 胡山青有些害羞 只因那可是他的初吻 阿竹让他别自作多情了 刚才只不过是为了疗伤罢 阿竹就这样在他上安抚着胡山青 直到他慢慢入睡 而两人也因融合内丹消耗巨大 这一睡就是时日 醒来的胡山青一脸猛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净化内丹而已 怎么变成这样 人家的清白难道就这样没了吗 刚想求助姐姐帮忙 起量 阿竹也在这时醒来 他还以为胡山青刻画不动 浪费自己的一番苦心 从此醒不过来 得知昏睡了十日后 胡山青人直接麻了 如今剧情怎么样了 还有许仙吗 阿竹不知为何有些不太开心 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剧情进展 胡山青一本正经地表示 人家答应帮你自然要有始有终了 上次是人家冒进你 这次有你的那单绑架护航 一定能改写剧情 阿竹却是邪魅一笑 不着急 拖你的福 剧情好像成功改变了 我借口你生病 让其他人去照顾许仙 本以为行不通 没想到剧情还真这么走下去 胡山青 谢谢你 看着面前高朗的白蛇 胡山青内心竟然泛起一丝波澜 没想到这个混蛋居然感谢我 只是我的心为何跳得这么厉害 难道是魅术吗 这家伙的魅术竟比我们九尾狐还厉害 就在两人你们我能之际 许仙忽然推门而入 当他看到这一幕时瞬间惊掉了下巴 白姑娘 我家中出了急事特来辞行 只是不知二位姑娘这是在做什么了 胡山青见证 决定再给许仙烧一把火 彻底让他死心 九尾妖狐竟陷入了三角恋 原来白蛇在法海年幼时出手救过他 而且还亲手送了他辟邪香囊 没想到法海也惦记上了白蛇 为了让许仙躲消灭 胡山青特意当着他的面再添了一把火 也因此成功吓跑了许仙 可阿竹却十分头疼 要知道在许仙眼里我们都是两个女人 像他这样的男人 看见两个女人在一起你蒙我蒙 更会想把他们都收了 胡山青人直接傻 这个许仙怎么会有这么恶心又自恋的想法 那天之后许仙也消停了一段时间 不过阿竹说虽然这次胜利 但天道一定会想尽办法让剧情重回正部 果然今天许仙主动邀阿竹出勇 而涂山青则幻化成原形被阿竹抱在怀里 这时阿竹向许仙介绍起来 她叫青青 可爱是可爱 就是不太乖 不喜欢别人乱摸 发音未落 许仙便被咬了一口 许仙一脸怒意 直接将涂山青甩了出去 阿竹见状连忙在拥挤的人群中 寻找涂山青的踪迹 许仙则在一旁装起了绿茶 白姑娘对不住 怪人家意识情急 虽然阿竹心里清楚 但也没当面拆穿她 而是让许仙自便 看着白蛇离去的背影 许仙很是不熟 一只狐狸而已 至于吗 殊不知影帝其实是我们的涂山青 这一次又成功破坏了约会 听着脚步声 涂山青本以为是竹歌来了 其料来人不是他心心念念的竹歌 而是不懂爱的法海 看着手中的小狐狸法海也是有些萌圈 这闹是街坊里为何会有狐狸呢 就在此时阿竹了 大师 那小东西是我的宠物 涂山青见拯救她的人来 第一时间飞扑进了阿竹怀里 看着阿竹和法海两人交谈甚欢 涂山青有些吃醋 这时法海开口表示 我看这只狐狸很有灵性 只是野性难逊 哄伤了白姑娘 大师多虑了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 涂山青一脸难以窒息 我没听错吧 她说我可爱 这么说来竹歌最近好像特别喜欢让我变回原形 她不会就喜欢毛茸茸吧 这个死变态 随后阿竹便带着涂山青离开了这里 来到没人处涂山青赶忙变回原形 竹歌 那个法海该不会看出我是妖了吧 阿竹让她安心 你又没勾引她惹她生气怕什么 而且她还欠我人情 不会那么容易对我们下手 其实法海年幼时 阿竹出手救过她 并且将随身的辟邪香囊送给了法海 涂山青这才明白法海为何会贴身藏着那个香囊 看样子是早就惦记上了竹歌呀 双双蛮主出现在戏文中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就连孤高冷傲的阿竹内心都泛起一丝波澜 只是这两个小声 怎么越看越像涂山青和竹歌呢 在得知法海可能惦记上竹歌后 涂山青开口问道 竹歌你真的觉得那只是人情吗 阿竹却对他爱答不理 你莫不是忘了今日的正式式看戏 就在这时好戏开始 当看到戏台上的两人后 涂山青人直接麻了 主角怎么是两个男的 竹歌你竟喜欢看这种戏 男的怎么了 这出戏叫拔妖骨 每次循环他都在 你说奇怪不奇怪 涂山青第一时间躲到一旁 不要却被阿竹一把拽了过来 好好看戏 别动来动去 涂山青看着戏中的两人 脑海中忽然觉得这两个小声 越看越像他和竹歌 一种暧昧的画面也涌上心头 可天不遂人怨 接下来便是令人伤感的戏份 这出戏讲的是两个上古大妖 违逆天道私定终身 被天地降下审法 涂山青不挤 人妖书徒不能相恋也就罢了 怎么妖也要管了 阿竹冷冷解释 天道怎会和你讲道理呢 虽然这只是戏 可涂山青不知为何会打到痛 眼泪也情不自禁地落下 就在这时 阿竹托起涂山青的小脸静吻了上去 回到房间后涂山青左思右想 竹歌到底为什么要亲我呢 姐姐认为肯定是喜欢他 不然怎么会亲呢 而且他只说自己不想按剧本谈恋爱 可没说自己不喜欢你 想到这里涂山青一脸黑线 难道竹歌真的喜欢我 姐姐让他放心 他要是真喜欢你也没事 反正这里只是金花水月 不论是你还树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而已 早晚都是要醒的 涂山青文言却有些惋惜 姐姐警告他 送他来这里只是为了修炼魅术 所以不要有别的想法 涂山青心里又何常不明白 他涂山狐足 永不动心 这时有人禀报 许仙又上门烂了 而且这次好像还是来提亲的 涂山青一脸震惊 怎么突然就进展到提亲了 这难道是天道准备的吗 跟穿红色嫁衣的阿竹 竟在大婚之日刺穿了涂山青的胸膛 为何阿竹又要杀他呢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许仙不知为何竟派梅婆上门提亲 阿竹让梅婆回去转告许仙 这门侵蚀他 话音未落 涂山青便气喘吁吁的打 表示这门侵蚀他们绝不答应 姐姐 你怎么能背着我做这种事 他明知道竹哥就是这种人 为什么心里有点难受呢 梅婆刚想说话起料 竟被涂山青直接丢了出去 涂山青很是气愤 如果他不来 你是准备答应吗 阿竹冷笑道 涂山青 你还是没弄清楚现状 从始至终 有选择的人都只有你 人之前制造的阻碍 没有定情桥段 而是直接澄清 身处其中的人都是天道的棋子 只能把既定情节引移 有没有互动根本不重要 那也是涂山青第一次意识到 何为天道无情 他们的确失败 可涂山青不甘心 拉扯着竹哥的嫁衣让他不要去 你说只有我是有选择的 那我今日就选择给你 这是许仙一脸刚大的出现 小青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是舍不得你家姐姐吗 即便媒婆怎么劝她 涂山青依旧抓着衣脚不肯放手 随后更是指着竹哥对大家说 他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姐姐 他也不会嫁给任何人 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男人 当嫁衣被涂山青撕开的一刹呢 包括许仙在场的所有人都少 许仙更是接受不了这一切 选择了逃婚 竹哥的真实性别 对许仙打击这么大 本来涂山青只想 是一世釜底抽薪的战术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竹哥你看 原来这么简单就解决了马 可当涂山青转身时 迎接他的竟是竹哥冰冷的手刀 看着面前冰冷的竹哥 涂山青怎么也没想明白 明明已经改变了本计 可为何竹哥又要杀我 既要杀我 你又为什么会流泪呢 竹哥 你不是自愿的对吗 重伤涂山青的竹哥 似乎真的被天道控制了 好在最后一刻恢复短暂意识 将他送到了金山寺 苏醒后的涂山青十分虚弱 这时法海出现在他的面前 小青姑娘你终于醒了 原来法海在寺中打坐 涂山青忽然从天而降 法海见他有伤便将其留在此处休养 想到竹哥那副模样 定然不是有意商务 想必是被天道控制 本以为被竹哥的内担进化 我在动手脚就安全许多 没想到这次服地抽薪来得太猛 连竹哥都一起连累了 那要怎么办才好 还是只能徐徐徒之吗 可想到竹哥出价时的警警 他为何会如此心痛呢 这时法海开口询问 今日是白姑娘和许仙的成婚之日 小青姑娘却带伤突然出现 莫非是婚事有变 涂山青告诉法海 其实他姐姐压根不想和许仙成亲 法海文言一脸疑惑 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为何小青姑娘这样说呢 涂山青决定好好利用暗恋竹哥的法海 于是反问法海 大师真觉得他们般配 你难道不想取而代之吗 法海没有过多言语转头就要离开 涂山青也将两人 今日没能成婚的事情告诉了法海 天道既然不准他暴露竹哥的真实性别 不能坏了这气派的女装大佬设定 那就让这书中的人物自己乱起来 反正只要官配不是许仙 就算成功改变剧情了 涂山青再度标起了演技 其实姐姐她一直都在等你 这招果然奏效 法海拿出酒水送给了涂山青 涂山青立马反应过来 法海这是想让竹哥喝下雄黄劲 在许仙面前显出原形彻底拆散他们 这都能拐回到原剧情吗 法海却表示这是颠倒乾坤丹的药酒 喝下可逆转性别 他本不想出手干预此事 但白姑娘与许公子毕竟圆妖书图 还是仅早两段的好 而且改头换面后还能成全他和涂山青永结同好 也不枉大家相识一场 涂山青人麻了 什么叫和我永结同好 大师你可不要乱说呀 法海早就看出涂山青之所以恢复如此快 全是因为竹哥的内单 而涂山青的开溜也更加令法海确信两人绝对不一般 几日过后许仙若无其事再度登门 仿佛完全忘记那日婚礼的冲击 不仅如此 左邻右舍依然叫竹哥白姑娘 涂山青这才明白 那日混乱的婚礼只有她和竹哥记得 大家还是把竹哥当作女人看待 姐姐认为女人是一种处境 千百年来 女子都是这样盲婚哑家的 谁管她喜欢不行 也只有我们妖族才自由自在 姐姐这时提醒她别忘了正式 赶紧拿出法海给的那瓶药 让竹哥变成女子就行了 可涂山青却担心这会不会也被天道阻止母消掉 姐姐认为应该不会 因为竹哥被涂山青影响做出的改变 天道好像无法进行母出的 比如她无论轮回几次 竹哥都记得涂山青 而且这次受的伤天道也没给竹哥抹平 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竹山青 正为九尾妖狐的她竟也会有害羞的一面 没办法只因她面对的是竹哥这样的帅哥 变成小福利的竹山青偷偷潜入竹哥的住所 但很快就被竹哥发现了 无视线因情非奸击道 竹山青你这是意欲和为 竹山青十分委屈地表示她是来道歉的 你的伤如果不是因为反抗天道 又用那么多法力保护我就不会好得这么慢 竹哥却是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天道不会真让我死 为了不和许仙澄清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也愿意 为谢礼竹山青让她快点 不然自己要反悔了 在竹哥的抚摸下 竹山青竟控制不住形态又变了回去 法术不经也别在这种时候掉链子 真是丢死人了 为了掩饰尴尬 竹山青刚想并会不利的模样去被拦下 害羞的她连忙找了个借口火速逃离了竹哥的魔走 没想到竹哥居然来这趟 姐姐看竹哥都这样 还有必要让她喝下那个药酒吗 竹山青觉得当然有必要 而且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天气越来越热 眼看就到了端午节 为了触发关键剧情 竹哥继续闭关谢客 回到山中修炼的洞窟 洞窟中有一拳眼东南下凉 正是和竹哥疗伤消暑 姐姐让她别犹豫了 在这里待了这么久还想不想出来 赶紧下药 让她变成她 一想到女版的竹哥图山青就有些害羞 只感觉头皮发麻 看到图山青颤抖的身子 竹哥打去的问道 抖成这样 难不成这酒是熊黄酒 竹哥可不心开玩笑了 可那端酒的手却不敢撒手 竹哥似乎有些生气了 又怎么 图山青小心翼翼的开口问道 竹哥 你真的不怪我吗 他是想把竹哥变成女人 所以才这样问道 竹怒了 阿竹这次是真的怒了 就在图山青心里 怎么想着把竹哥变成女人时 竹哥却一把抓住他的下巴 图山青 你最近有点奇怪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图山青连忙解释 人家只是觉得你对我这样好 我都有些不习惯的 这就叫对你好 你是不是太容易满足了 紧接着一把将他甩进了寒潭 图山青 你看见了吗 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 只有在你面前 我才能这样做自己 不是白蛇 不是女人 只是我 图山青小脸微红 我一定是诱重了她的魅数 谁知就在这时 许仙忽然找到了这里 好在阿竹使用隐形结界才没被发现 都怪我不当心把许仙引来了 殊不知竹哥早就会料到这些 随后更是聊起了图山青 图山青一时间有些不好意思 他对我如此坦诚 我却想让他变成女人 我连他做自己都接受不了 那我岂不是和许仙他们一样 幸好酒杯不知道掉哪去了 可谁知下一秒那杯酒 竟然被许仙喝了下去 图山青本想阻止 却为时已晚 这酒有 图山青没想到许仙竟然死了 这时竹哥也将长剑架在了他的脖子旁 这酒原先是要给我喝的 图山青给我一个解释 图山青表示是他错信法海一面之词 才酿下这般大错 法海说这酒能助我们破局 我才出此下策 而且我不知这是毒酒 否则断不会这般 当从图山青口中得知此酒能扭转性别后 竹哥这次是真的怒了 直接将图山青狠狠地丢了出去 天道叫我做女人 许仙法海叫我做女人 现在就连你也想我做女人 我的性别 我本来的存在 就如此不堪吗 竹哥为了得到仙草救活许仙 竟只身来到雪山大战昆仑守将 看到竹哥受伤图山青也很是心疼 得知图山青一直在欺骗自己的竹哥心灰意冷 他没想到从头到尾竟全是骗人的 什么朋友都是假的 你走吧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图山青连忙上前拽住了竹哥 发誓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这独酒是法海给你准备的 他摆明要害你 这个大和尚不简单 其实真正令阿竹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欺骗 被他最信任之人欺骗其中 而眼下雪仙因他们而死 这是要走到仙草就雪仙的老剧情了 竹哥让图山青有多远滚多远 这是他的剧情与图山青无关 要是再敢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将他碎尸万段 可如果竹哥真的那般决绝 为何不现在直接杀了他呢 这时姐姐出现询问图山青 为何不像之前那样变成狐狸卖蒙求人 因为他不想骗竹哥了 姐姐提醒图山青别忘了他们图山妖狐的祖训 指货人 不动心 否则后果不堪设计 图山青又岂规不知呢 可他一直是足利法术最差的废茶狐妖啊 只有在竹哥面前才能这样做自己 不是白蛇 不是女人 只是我 其实竹哥那样的大妖 掐死我就和掐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可他现在即使气氛至极也没伤我半分 他为什么要变 而且为什么我能感觉得到 他的内单和我一样难受吗 安置完许仙后 胡山青又急急忙忙来到昆仑 他知道以竹哥的性子 再生气也要把正式罢了 这回一定会去昆仑山了 竹哥说我要是再出现在他面前 就将我碎尸万段 想来应该是气候 虽然人家反术不惊 但说不定瞎猫碰上死耗子能帮忙呢 我这么积极主动参与剧情 日后魅术大成指日可待 谁知就在这世不远处传来巨大声响 原来是竹哥正在与昆仑山守将大战 两名昆仑守将让他速速离去 这仙草三千年才结议 其实你能动吗 竹哥冷笑道 管他三千年还是五千年 若不是被情所困 我岂会败在你们手中 可惜我不是他 我终究是书中人 白蛇不可妄斗 而我只能做到如此地步 胡山青一脸惊恶 竹哥你别胡来 毫不吝惜自己的身体真让人心疼了 只是就凭自己那三脚猫功夫 现在冲出去恐怕反而帮到忙 还是得想别的法子 暗似冰冷无情的阿竹 竟在屠山青玉险时主动挡在他的面前 原来竹哥为了救活雪仙 独自来到昆仑寻找仙草 遭到守山仙丛的祖 在和他二人的对战中被长剑刺中 身受重伤倒地不起 师兄 你下手太重了吧 说起来也不知这白蛇要灵芝做什么 问他他又不回答 二话不说就来抢 妖孽行事本就乖张 想那么多做甚 可惜这仙草被拔下 不早入要服用就要灰飞烟灭 谁知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一道灵气打在师弟的眼睛上 仙草也从他怀中掉落 而出手之人正是小狐狸屠山青 拿到灵芝的屠山青心中 想的并不是给雪仙 而是将这灵芝给竹哥服下 就在师兄出手之际 竹哥竟拖着受伤的身体从背后偷袭 原来你竟是在装死 没想到竹哥的演技竟这般好 假死让对方掉以轻心然后出手 见到竹哥没事的屠山青赶忙 拿出灵芝上前妖功 师弟健壮连忙求情 灵芝你们拿去就好 可在师兄心中认为妖孽狡猾残忍杀戮成性 怎会放过他二人呢 屠山青闻言不乐意了 表示他们妖也不是随便杀人的 你说是吧 竹哥 竹哥却没有做打 只是恶狠狠地转头盯着屠山青 屠山青 我警告过你了 再到我跟前跳来跳去 是什么下场你知道的 屠山青连忙解释 他只是想帮忙而已 可竹哥却将怒气都发泄在了守山江的身上 屠山青一脸委屈 看到那师兄弟二人后心中很是羡慕 没有欺瞒 没有伪装 一脸的真情流露 可我和阿竹呢 我不是真的小青 他对我也是用剑说话 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假 错的 哪来的真情呢 伤心的他将灵芝丢给了竹哥 让他拿着去就许仙这个倒霉蛋 可竹哥看着手中的灵芝却一脸伤心的模样 而屠山青的内丹也在这时变得十分躁动 同样感受到的还有我们的竹哥 为何内丹突然变得如此古怪呢 谁知就在这时 南极仙翁的法器杀了 当看到法器向着自己杀来的屠山青一脸惊 本以为自己今日难逃一死 可当他睁眼后却发现竹哥替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